好那接下來回到我們這個平均地錢條例的部分啊 那今天要排審這個平均地錢條例嘛 這其實已經遲到太久了 那我剛剛看到已經有委員在註冊 說現在交易量縮 那這個交易量縮只講了一半嘛 部長 這個我們看這四張圖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左上 事實上是內政部不動產資料平台的資料 可以看到交易量縮 但是興建餘屋的數量強勢彈生啊 這都不說 那不只是這樣 右上圖是全國低度用電住宅比率嘛 那在今年上半年達到百分之九點五二 為近三年來相對的高點哦 那更下去連同時增加百分之零點八六 是近十年來最大的增幅 在右邊這邊 那右下的國內的房價指數啦 包括國泰或者是信義的調查 在二零二一年創下歷史新高後 其實不斷的攀升 房價不降反升 那呈現在左下圖的交易量縮 結論就交易量縮 漁無增加 房價卻持續上漲的詭異情況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維吻或者是有一些建商 整天看廣告的時候 他呈現的並不是現在的事實嘛 或者是說問題只講一半嘛 那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其實部長也有提到 你說這個要修法就是判這個糾團炒房 這個不當行為能夠去這個抑制嘛 好那其實講難聽一點 今天平均替電條例修法排審的消息 一出哇 建商代表就大聲疾呼啦 他說現在投機炒作已經退場了啦 沒有這個狀況啦 那部長你今年四月的時候說 修法是希望糾團買房的現象消失嘛 但是你看左邊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 買房的團購社團依然熱絡嘛 左邊這個是新復發在南柯周邊的建案 還在潛銷 社團裡面已經有32的人在排隊了 那投機炒作有退場嗎 顯然沒有嘛 部長 呃各位報告 其實本來有一度幾乎銷售逆擊了啦 但是後來確實又開始跑出來一些 對 所以基本上平均替電條例的修法 有沒有需要 當然是有需要嘛 是齁 那是不是可以打折 當然是不能夠打折嘛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齁 我 我 不妙分享一下啦 我最近收到一個 陳情書齁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非常的精準的點出 現在年輕世代的困境 齁 那你說我是年輕族群 結婚後有買房了 但是他還是支持打草房 打草房喔 不是 他說擁有一房子 應該支持打草房 否則的話根本沒有人換得起房了 這個就是重點 打草房不等於打房 齁 現在建商監管告訴說 啊那你在政府在打房啊齁 那要推出平均替電條例要打房 我覺得這個是在亂講嘛 這是打草房 那不是打房 你看人家 這個一般的民眾寫信來都知道 都這樣講 齁 那他說 就是說一般家庭根本不用擔心 一般的 我們的八歲不用煩惱嘛 齁 反而是說我光想著每年房價 一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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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未來不幫小孩買房 哇真的買不起耶 齁 那一輩子為了這個自己的房貸 齁 那他說小孩的頭期款來煩惱 齁 所以你說什麼 這個紅線這個是重點 所以我決定不生小孩 因為 未來你光是為了要替小孩 煩惱說 他的房子要怎麼辦 齁 他一輩子為了自己的房貸怎麼辦 我們只煩惱這就分掉了 齁 所以他的結論就是說 年輕族群在這個政商結構腐敗的社會 真的看不到未來了 所以 我覺得齁 部長 這其實 真的齁 這說出大家的心聲 齁 這真的說出大家的心聲了 齁 那我要 強調就是說齁 台灣年輕人 齁 台灣的年輕人 難道只能在 孩子跟房子之間 二選一嗎 部長 各位報告當然就是 確實這有環境的壓力存在 這是事實 大家正在努力的做改善 當然這背後也涉及到個人的價值判斷 你到底是 愛房子還是愛孩子 對 我想這背後 因為這就是人生的 但是 他是在他可以選擇的情況之下 對對對 部長 現在這個 齁 邱委員你好 我是年輕族群 他說他結婚 有買房 他是怎樣 我們不能夠讓台灣的年輕世代是別無選擇的情況之下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要去處理的問題 我們是一個主義的社會 台灣從過去到現在 然後給大家更多的個人自由的時候 不是說整個年輕世代都不得不嘛 沒錯 不得不是很心酸的 要讓年輕人年輕家庭有免於不敢生小孩的自由 是啊 所以 決定生小孩 也可以決定不生小孩 但是不是因為買不起房 然後擔心未來孩子根本買不起房 腳不起房貸 而不生小孩 當然 當然 部長 那是不是說 我們的訴求其實應該是很簡單啦 平均利潤條例不能夠打折 包括 限制預售屋新建成屋的換約短售 剛剛你剛剛講的建立一個吹哨者制度 重罰惡性討作房價 是炒作房價 然後司法人購置住宅許可制 一點 都不能少 部長 努力 努力做到 應該堅持 對不對 努力 待會 結商 我覺得我當然希望說堅持兩次 但是我是行政部門 是 最後還是立法院要來做這個決定 但是你必須要展現你的態度 我態度從一二中 全國的建商 還有 在場可能跟你持不同意見 跟我們持不同意見的委員 也在看你的態度 我態度是堅決的沒有問題 是 好 好